中人 居民 农民 亲切交谈 共商克服当前经济困难 加快重庆改革发展的大劲 温家宝强调 当前首要任务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要采取更直接 更有利 更有效的措施 把中央关于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21号上午 温家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等陪同下 来到正在建设的观音洞水库工地 工作人员告诉总理 近年来 重庆市委市政府下决心筹集400亿 计划用5年时间解决水利工程问题 温家宝听后对地方的同志说 这次扩大内需 要把改善民生 特别是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放在重要位置 就像这个水利工程 既解决市民饮用水 又解决农村灌溉用水 还促进经济增长 一举多得 温家宝十分关心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 重庆市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 21号上午 他来到长安集团汽车第五厂 温家宝说 汽车业产业链条很长 是我们应该大力扶持的重要产业 现在汽车业遇到了暂时的困难 我们要挺起脊梁 努力转危危机 企业轻易不要裁员 要千方百计稳定就业 这时候不仅要求领导要敢于承担责任 而且要求全体职工团结一致 共渡难关 当天下午温家宝来到立番公司 他赞扬企业面对金融危机迎难而上的精神 鼓励他们从经营 管理 质量 科研等方面 做出最大努力 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积极开发新产品 努力开拓新市场 迎难而上 逆势而上 创新而上 温家宝还来到西勇微电子产业园 温家宝说 人才是最根本的竞争力 越是经济困难的时候 越要爱护人才 企业要珍惜人才 政府更要珍惜人才 22号上午 温家宝来到重庆市谢家湾街道 劳动三村 考察社区社会保障服务站 并看望群众 温家宝叮嘱工作人员 要认认真真为群众服好物 随后温家宝来到社区十四状一层 走进76岁老人任国青的家 亲切地聊起家常 他告诉任国青老人 中央已经决定 明年还要继续提高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提高优服对象的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 他还叮嘱随行的部委负责人和地方干部 要把更多的精力 更多的资金投向民生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温家宝惦记着大学校园 惦记着大学生们 考察期间 他临时决定前往重庆大学 看望学生给同学们加油鼓劲 温家宝鼓励大家迎难而上 对祖国对自己都要有信心 21号晚 温家宝主持召开会议 对重庆市取得的成绩 给予充分肯定 温家宝指出 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 必须把扭转经济增速下滑 作为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目标 必须把扩大国内需求 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 选取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 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 选举产生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 截止到2007年底 全国共有 投入资金近120亿元 全国新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15.6万个 全国还建成农村党员干部 现代远程教育终端接收站点 40.5万个 30年来 共发展党员5500多万名 到2007年底 全国党员总数达到7415万 比1978年底增加了3717万 增长了一倍多 党员的分布更加广泛 年龄文化结构得到明显改善 能力素质进一步提高 改革开放30年来 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立足本职岗位 服务人民群众 中国气象局 它是风云2号04-05业务星 载轨备份星和接替星 可全天后对地球进行连续气象监视 它的成功发射可增强风云气象卫星载轨 可靠性 为中国及周边国家天气观测 气象预报和减灾防灾 发挥重要的作用 而随着风云2号E的圆满发射 也为中国今年的航天发射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明年仍然是中国航天发射的高密度年 将会进行11次航天发射 2008年中国共进行的11次航天发射 成功地将一艘飞船和13颗卫星送入太空 其中首次将一颗大容量通信卫星出口到南美国家 即将到来的2009年仍然是航天发射的高密度年 那我们计划呢 明年呢我们将进行11次预防发射任务 将13颗卫星发射入轨 据介绍 明年11次发射中还包括一次对外发射任务 将由中国的长三仪火箭为国外用户发射一颗通信卫星 受到北方强冷空气的影响 22号中国南方的多个地区出现了大幅降温的天气 其中江西南昌 贵州尊义 江苏南京等地迎来了京东的第一场雪 雪天路滑给当地交通造成一定的影响 受强冷空气的影响 22号中国南方多个地区出现大幅降温和降雪天气 江西省中北部地区62个县市都出现了京东以来首次降雪 庐山一片银色实践 漫山遍野可见千数万数梨花开的壮观场面 让游客们大饱眼福 22号晚上11点左右 江苏南京降下了今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开车是一个经常都比较习近慢一点 22号贵州尊义 湖南张家界 浙江温州 渠州 东阳 也迎来了京东的第一场雪 渠州城区的楼顶草地汽车上都盖上了积雪 降雪也使得东阳发生多车连环相撞事故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连环相撞的9辆车中 车损较轻的4辆车已经被脱离现场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 经过结冰路面时要尽量放慢速度 防止急刹车和车轮打滑 来看股市方面 沪深股市今天双双暴跌 上证宗指和深圳长指分别以1897.23点 和6952.91点收盘 较前一交易日收盘大跌4.55%和4.69% 与此同时美国股市和国际油价也再次下跌 在一系列公司盈利预警和岁末零销售商 销售业绩前景暗淡的共同打击之下 纽约股市 国防部外事办今天第一次向媒体开放 并举行了第一场记者会 中国军方向国际社会表达了 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坚定态度 中国军舰前往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消息 正式宣布后 中国军事外交的核心 国防部外事办公室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国防部发言人亮相记者会对外说明 欢迎大家前来国防部 参加国防部举行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除了介绍附属马里海域护航舰队的准备情况 发言人还向中外记者 阐释了中国海军未来的发展方向 航母是一个国家综合固域的表现 也是一个国家海军实力的具体标志 维护中国的连海主权和海枪权益 是中国武装力量的神神智者 中国政府将会综合各方面的因素 认真研究考虑有关问题 今后国防部外办将不定期的举行记者会 第一时间对外发布中国军队的最新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晚间再次宣布降息 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各0.27个百分点 这也是今年内央行的第五次降息 距离本月中旬 9月中旬本年度的首次降息不到100天 那面对复杂的金融形势 连续降息到底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何种影响 来看专家的分析 此次调整距离上次大幅度下调 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不足一个月的时间 央行表示 此举旨旨在进一步落实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专家认为下调是在市场预期之中 面对复杂经济形势 利用低利率刺激经济是长而有效的手段 而政策出台时机也正好顺应了 国内国际的当前金融形势 我们的物价在不断地走势 在不断地往下走 它的增长速度在不断地放慢 有了一个国内的 我们调低利率的空间 放松货币政的空间 另外它国际上面很多国家 利率都在向下下调 有的国家就是调到了接近零的程度 这个也为我们提供了空间了 赵锡君表示 央行此次调整用意明确 主要是为明年创造更加有利的经济环境 确保市场资金使用更灵活 流动性更大 但货币政策作用的显现 还需要等上一段时间 降息的话作为货币政策的一部分 它是要通过市场机制的 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 来发挥它的效果的 所以从降息开始 传到到银行 传到到投资者消费者 它是有一个周期的 那么一般来讲 快可能就是三个月 五次降息后的最新利率 将从明年元旦起执行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累计216个基点的降息空间 会减少利息支出 以50万元商业贷款 20年等额本息还款计算 每月可少还贷款679块钱 专家还表示 与国际市场相比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总体还是比较好的 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8%的目标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面对复杂的国际金融形势 降息还可以防止热钱的流入 张台记者王春潇 马百山北京报道 近日浙央浙江